目前世界上五个合法拥合国家均为联合国安理会常物理事国 其中国、俄罗斯、美国、英国、法国以上五个国家拥有核武器是受到国际社会认可的 而除了合法拥合国家之外,还有印度、巴基斯坦、以色列等国家也拥有核武器 其中有的是非法拥合,而有的则是隐匿拥合 以色列就属于是隐匿拥合的国家 历年的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8核武报告都会提及以色列的拥合问题 2018年以色列的核弹头数量估算为80枚 但是以色列官方对拥合问题的态度是不予置评 也就是说以色列既没有说自己拥有核武器 也没有说自己放弃发展核武器 以色列拥合应该说是一个公开的秘密 而且美国对以色列拥合采取了作众的态度 反观以色列的死对头伊朗 刚刚想要提升游浓缩能力 就被美国视为打压的对象 以色列却可以在美国的袒护下 大摇大摆的从事和技术研究活动 这就说明美国的双重标准是很明显的 这种双重标准使得国际社会很难对以色列的核武计划进行制裁 至于印度和巴基斯坦 堪称是南亚四大陆上的一对死对头 两家都拥有核武器 2018年SIPR-8核武报告数据显示 印度大约有130到140枚核弹头 巴基斯坦方面则拥有140至150枚核弹头 对于印巴的拥核问题 国际社会实际上也很难去阻止 因为这两个国家都有重要的地缘战略背景 如果要保持平衡 就必须同时取缔两方的核武器 否则容易导致战略力量失衡 美国倒是有对印度的核武器开发计划提出过制裁 但是制裁的结果不明显 印度无视了美国的制裁 依然坚持发展核武器 随着烈火系列弹道导弹的研发 印度实际上已经是一个成型的战略大国 美国意识到制裁无效 所以也就不了了之 既然不能制裁印度 那也就不能制裁巴基斯坦 何况巴基斯坦还是美国的盟友 虽然最近闹得有点僵 所以虽然印度 巴基斯坦 以色列等国家都拥有核武器 但是这些国家的拥核身份 是受到质疑的 特别是上述国家都拒绝签署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这样的情况更使得国家社会难以接受他们的拥核身份 从世界安全和平发展的角度讲 不扩散核武器确实是一项应当被推行的重要工作 因为如果核武发展过于蔓延 则将可能催生更加严重的核危机 不扩散核武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